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屋主跟设计师的集体创作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屋主跟设计师 有会沟通不同的想法 让整个案子趋向于 人满过程 虽然说他已经 做的是第三件 但是也很烦恼说 他们是不是 能做到说 我要的东西 也很怕 也很烦恼 然后就会想说 是不是 就是眼不见为惊 后来就变成说 已经做第三件了 就觉得说 我应该是要 相信那个设计师 他们才对 虽然已经是第三次的合作 但许多的设计构想 是没有办法用言语 完整传达的 但设计师汪哥 却可及时用手绘的透视图 让屋主明白 未来家的面貌 在施工方面 我跟一般设计师 做法比较不一样 就是我可能会在 我们木工 每一个要做的地方的角度 我都会试图画一些 手绘图 这样的用意 主要就是现场工程人员 除了施工图上的尺寸 标示之外 然后造型上 他透过这样的透视图表现 他绝对不会做错 每一个装潢设计案在进行时 设计师与屋主之间 难免有意见相左的时候 就像Vivian与屋主高姐 已经是第三次的合作 还是因为各有坚持 而有小小的争执 因为我讲话很久 这次很多屋主 喜欢我的原因 也是讨厌我的原因 可是我讲的是内心的实话 因为我希望他好 最可或手就是这个做 我一直要放进来 我是想说 那个桌子还可以用 他们就一直说 这个跟他房子的风格不一样 其实不是颜色或是样式的问题 是比例太高了 他就一直不让我放进来 我就真的很生气 真的他非常生气 甚至不接我的电话 就是在电话中我就说 那不然就不要做酸了 所以我们苦思了非常多业 然后我们也为了这个 跟师傅一再开会 桌子比较高就变成说 我要放在当茶几的话 真的 平良心讲 有时候这样子跟人家争扎 好像觉得好像也不对 可是我就是用诚意感动他 其实我们是用卡榫的手法 因为他本来想象的 把它锯短是直接锯短黏上去 可是我跟他说其实我们是用老师傅的手工 做倒霄跟卡榫 这样就会很漂亮 其他设计师他就是完完全全 就是都是要听他的 就变成说我有一些意见 就是想说这里不要放什么东西 或是说在哪个地方还要再加什么东西 他都没有听进去 他只是哦哦哦哦 然后就是往设计师他们 就比如说我跟他讲说 我要的是什么东西 他就会 我们就可以沟通 不但是沟通 他还把他那个形状 什么东西通通都把它做出来 如果设计师跟屋主的关系要长久 其实就是要互相诚实面对 这个关系才会长长久久 然后感情都非常的好 这个结果满意对真的 除了愿意耐心与屋主沟通 充分满足屋主对风格及机能的要求 一个好的设计师还要能贴近屋主的生活 将他的嗜好需求与空间 更融入空间设计中 并贴心设想每个细节 让屋主能够住得更舒适更自在 本来那个餐桌我是想说不要 我是想说不要 我那里就是要放其他的东西在那里 然后他说 那个是希望之区放在那里 就一定要放一个餐桌在那里 而且那里还可以 比如说我也有擦花 也有做肥皂 我就可以在那边做 像工作台的部分是有一次 很容易玩的一次 他送我他自己做的手工肥皂 所以我就想说 他的家也许需要这样的空间 他可以做切肥皂 制作手工肥皂 或是擦花的一些 他喜欢兴趣的东西 通常我们在厨房的地方 因为很热 所以就想说可以给他一个冷气 让他在里面凉 除了冷气之外 我又假想我自己煮饭做菜的时候 如果没人帮我端菜 我可能没有手 可以开门 所以我就帮他做了一个电动门 让他可以很方便地使用 现在不只是朋友 现在我觉得就是 把他当作也像家人这样子 也看到了乡村风的砖墙 那种怀旧啊古葡的味道通通都出来了 为什么选用白色的砖墙呢? 因为我们想要让这个空间有放大的感觉 所以这次使用了白色的砖墙 就不如画了 我们下期间的银子 有一点 就是 也在我们下期间 如果我们下期间的银子 就会变着 我们下期间的银子 就可以去看